我们继续来看 他说 离了受暖室 就丢到 就没有用了 勇气丘种坚 放到石头林里面去了 如木无事想 这个你认为的我 认为这个身体 基本上就 就好像木头一样 像木头被砍下来 死掉了 丢弃在旁边一样 没有意思了 此身常如事 幻伪 幼于乎 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生 基本上 一世一世都是这样 虚幻不死 幻就是虚幻 伪就是不死 虚幻不死 让很多人以为 这个就是我实在的 它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叫做幼 让很多人被欺骗 它实际上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却一直认为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我 如杀如独刺 无有坚固者 而且它还带给我们 种种的苦 如杀如独刺 这个其实是从前面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来的 如病如庸 如刺 这个刺 像 于解释迦 其实都是方剑 就好像毒剑一样 但是它这里就翻毒刺 杀基本上是 受到这个身体的脑害 就是 等一下 因为 常常因为它受苦 受寒 受痛 这整种 就是一种 因为这个五蕴生的需求 而产生种种的痛苦 这个一般叫做脑害 就是后来因它而受苦 那这里就翻作杀 如杀如独刺 那其实就是前面 这句是在种族前面的 如病如庸 如痴如杀 无有坚固者 其实 终究是 没有 它不断带给我们苦 而且它并不真实 坚固其实就是 它一直保持着这样 其实它没有 一下子就没有了 如水泡如巨末 一下子就没有了 比丘勤修洗 观察此阴生 就是说 修道的人 他基本上要 精勤的 就是要很努力的 常常这样观察 常常这样观察 然后硕硕这样观察 这个五蕴生 阴生 其实就是这五蕴生 昼夜禅专经 正至细念柱 就是从早到晚 就二六十钟 我们讲 如果我们念佛的话 它就是二六十钟 念佛 念法念神 这个就站在念法 念什么法 念五蕴 无常 无我 这个法 念如病如庸 如刺 如伤 念过去 现在 未来 念外好走 出息远近 念色如巨末 瘦 水泡 想如羊 行如药 行如芭蕉 事如幻法 这样 你要常常念 从早到晚 一般我们像我们没有办法从早到晚这样念 这样思维 那么我们说 昼夜 从早到夜 我们不用 我们就睡觉之前 刚起来的时候 至少要这样想一下 那么你后来会变成一种习惯 那变成一种习惯 一开始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想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就想 那中间忘记了那没关系 但是你想 想了一段期间之后 你会忽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 它就是这样 你就静下来之后就会想 或是那静下来之后 想的时候 再过一段期间 你会发现 一遇到特殊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想 那这个就是慢慢慢慢 越来越多 但是一开始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定刻 定刻 那么它影响了你 因为它变成 你时时在意这些 它影响了你 你慢慢慢慢 越来越常常这样想 越来越常常这样想 其实就是要你一开始 或是你 像我们一开始 我们诵经了 念佛 那么你念佛念久了 你一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实际上习惯会念佛 一样 那么你常常观察 这个五蕴身心的不实 那你如果一下子 没办法观那么多 那么你就挑一个观就可以了 观色 观受 观想 观形 观视 但是看起来是瘦比较容易观 色跟瘦 色跟瘦是比较容易观的 就是说它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色跟瘦 那么你就一观瘦来看 也可以就观瘦 或是观色 就观这个身体 那么观到差不多清楚了 那么要一段期间 那么久了久了 你观所有的瘦都是这样 观一切的瘦都是这样 那么慢慢慢慢 你那个印象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你那个观就越来越深入 那你要训练就是观的时候 非常专注的观 就是不要夹杂太多 有点像念佛其实也是一样 你不要像一般的人念佛 念到习惯了就变成一面看连续去一面念佛 那么这样其实意义不大 那么所以你要就是说 在静下来的时候 因为你早上起来只有你自己 晚上睡觉之前只有你 就是没有什么 又睡觉了就开始想 也可以 所以你有空的时间 静下来的时间可以想 那就这样去观 像这本经要照这本经这样观 老实想也不容易 因为它结合了无常苦空无我 这是根本观法 这个是根本观法 然后再如病如用如刺无杀 这个是对峙法 专门就是比较偏对峙的 你执着重的 执病 执着越重的它要下越重的 要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那就是比较偏重的 就好像不见观 是那种对那种贪爱 自身跟他身的 特别重的 那就是观不见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另外像这个色受想形 色如巨末这个 这个就是一般的 一般它就是让你去了解 你这个自身 它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的 再详细一点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 另外还要走出息远近 再从这个角度上去进观 那讲简单来 就是像世面处说的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或是观身无常 观身是苦 类似像这样 总相关 别相关 所以后来整理出来就是 简单的 那么容易的 基本上就是 世面处 观身 受 心法 其实是这样 那身跟受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无法的 那久了久了 我们说这样观 最后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以前很执着的 不执着的 很在意的 不在意的 包括人事物 我们总是有我们执着的人 执着的事 执着的物 特别在乎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能做什么 特别在乎那个人 那件事 那个东西 那它一旦产生变化 我们就产生痛苦 那它不变化 我们会担心它会变化 就会这样啊 那它一旦变化了 我们就一直追想 以前它怎么样 现在你怎么不这样 以前你都对我怎么样 现在你怎么对我这样 我们一直就会在那个回忆里面 然后一直追悔 那么这个就是苦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所以你慢慢发现到 如果你真的是无常观开始 对你产生一些作用 你会发现到 本来就这样 你以前对我这么好 你现在不一定会对我这么好 你未来也不一定会对我 就算你以前对我很好 你未来也不一定对我很好 为什么 本来就无常 不只是你无常 我也无常 对不对 那你对我 你本来对我好 现在对我没那么好 那么不单单是因为你无常 因为我也无常 那么我们都在无常里面 那本来就会变 本来就会变 就说你爱我到死 我爱你到死 死了之后也变了 也不再这样爱 对不对 到时候谁爱谁又不一样 因为又投胎到另外一个了 那么所以这个本身 它就是在无常里面 那么你慢慢慢慢这样理解之后 你会 你开始理解这种道理 你会接受世间一切的变化 变化就是无常 你开始会接受世间一切的变化 因为本来一切都在变化当中 那么你要求它不变 这个是无常计常 对不对 是啊 你要求它一直要保持这个这样 不能变 那个是无我计我 其实就是这样 你要求本来美好 一切美好的现象 都要一直保持这种美好 那个是不尽即尽 是不是 那就是颠倒啊 那这个是错误的要求 不当的要求 就是我们叫做错误的直取 那你会习惯性直取 那这个其实就是训练 让你了解真相 那你一旦了解真相 它第一个产生的就是 你不太会直取 还是会直取 但没那么严重 渐渐渐渐 你越来越深刻 越来越深刻 就好像我这个 举的屁育经里面的 一般的人看到那个水珠 太阳出来就消失了 它不会感到奇怪 本来 本来这个水珠就无常的 它太阳出来就会消失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 但是那个小女孩不知道 她非常喜欢那个水珠 太阳照下来 反射出来非常亮 它消失了 它哭得要命 我们类似像那个小女孩一样 对于世间一个一个的水珠 也许是什么 它一个一个的水珠 那么它也会消失 就好像你平常买了一个五十块的花瓶 摔破了 你摔的那个是明朝的 清朝的花瓶 你要哭的 哭三天都哭不完 但是一个圣者来看 一个圣者来看 其实 它是同样归到无产无我里面 现在不摔破 以后也是有人会摔破 一夜会摔破 这样的时候怎么样 一定会有 甚至在地球 沉住坏空 要坏的时候 不只是那个花瓶 所有的东西都要毁坏 是不是 一样啊 连这个地球都毁坏了 还有地球的东西 还要不毁坏的吗 那你能够保存多久 那你保存的也是保存到下一次 你只是欣赏而已啊 那佛教徒基本上 不是心 因为你把它当成之 它是永远那个价值 那佛教徒就是看到 就是佛所教的 它就看到 一切你看到有价值的美好的 这一切都是虚幻象 那真正的美好就是 你跳脱这个轮回 你跳脱轮回 那个是真正的价值 那个是真正的美好 那个是真正不会改变的东西 那所以它这里就讲 比丘勤修习 观察此因生 五因生 作业常专经 就是非常的专心思维 那思维什么 思维前面的 讲这个 寿如水上泡 想如春实验这些 正是细念柱 那细念柱就是 你常常益词 这样的 身受心法 或是讲五因 射受想行事 是这样子的 有违行常习 永得清良处 有违行 什么是有违 有违的特象就是 身住面 或叫做身住意面 或叫做身面 所以这句其实就是 身面灭 以常习 就是不再有身面 即灭现前 其实这句话就是这样 有违行常习 永得清良处 那前面就是告诉你 诸行无常是生灭 有没有 诸行无常 这些五因 一切 其实都是无常 它是有生有灭的 它是虚妄不死的 生灭其实在概念 它是虚妄不死的 比如说瘦如水泡一起灭一起灭 那瘦如巨末也是 只是它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它还是生灭下 一下子也是没有了 像我们人的寿命一百岁 顶多给你一百二十岁 那一百二十岁在天人来看 就好像水泡的寝末一样 因为它们是几千岁的 就像我们看这个狗 六七年它就要死了 活到十五年它已经是很长寿 但是十五年它才忍得八分之一 七分九分之一 八分之一七分之一而已 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很短 那一只蚊子顶多两个礼拜 再长一个月 那只忍得不知道几分之一 那就蚊子来讲它也很长寿 那有的更短寿 所以这些寿命里面 基本上就好像水泡 那么久一点或是快 那么这些有为形其实就是生灭 生住意灭就是有为 那无为就是不生不灭 那我们都是有为有弱的 就是烦恼 那重点的五蕴赤圣就是五蕴不断在生灭当中 五蕴赤圣就是五蕴像火在烧 那像火在烧就是它生灭 它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在变化 生跟心都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像火一样在扫燃料在扫 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会带给我们痛苦 如果它不痛苦 那变化归它变化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就好像风缺来 我们如果不感到忍 忍如果不感到痛苦 那忍就给它忍了 它是会痛苦 所以我们就要加衣服 那它不忍了 一样是这样 有微形常形 就是这些生灭法 就不再这样生灭了 其实就是生灭灭瘀 然后就怎么样 当这些生灭法不再生灭 那么就是怎么样 永得清凉处 那就是我们讲 缘起了 无明行事 明色六处 出手爱居有 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苦之后再无明行事 就这样 不断不断的循环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不断的循环 那这个就是有微形 那么你不再 不再这样 生死生死的循环 轮回了 你就怎么样 你就得涅槃 清凉处就是什么 涅槃 极尽涅槃 那么 十诸比丘 文国所说 欢喜奉行 那怎么样才能够 让有微形常形 我们说 那就是 那生死轮回的根本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无明 那什么是无明 不知道无我 所以有我见我爱 那接下来就要讲这个 四十九经 好 我们翻过来看 这本经也很有名 这本经也常常引用到 尤其是那个 狗子细柱 笔细不断 长叶绕柱 轮回而转 这个就是有微形 不习的原因 就是轮回不止的原因 轮回不止 生死不止 生死不止 痛苦就不止 因为有生 有生必然有死 有生死必然有 愿正为爱别灵求不得 有这个苦 有种种的苦 那么有苦 就会在起烦恼 有烦恼就会在造业 有造业就会在受苦 那么就会轮回 有轮回又会受苦 反正就是这样 不断地循环 不断地循环 这个像小狗 细在那个柱子上 那一间柱就是无明之柱 就是我见我爱的柱子 就一直绕着 一直绕着它转 一直绕着它转 好 我们等一下看 这本经很有名 好 它说有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舍未果的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佛跟诸比丘讲 众生于无死生死 无明所盖 爱解所欲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济 好 这一句是 直接点明根本 就前面来讲 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 根本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一切法 都要归到无我 那么不管你怎么观 怎么想 就算你修持戒 修定 也是要引发什么 无我的智慧 你不管怎么修 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 就是说 你不管修什么法门 不管你是禅宗 净土宗 当然净土宗 它就可能 可能是先往生净土 再来说 这个无我就先不要修了 修不来 修不到 或是修不成 他们有这种观念 现在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世界 你是修不成的 你再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成就 这净土宗 有些人会这样强调 所以这一些法 以前有用 现在没用 变成 末法一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就没有办法 一样的方 一样的佛法 一样的教法 一样的观法 但是以前可以 这样观可以解脱 现在这样观没办法解脱 这是一般人错误的概念 那么因为这种观念导致于 这种无我的法门 没有人修 慢慢慢慢就没有人弘扬 我们就越来越不懂 越来越不懂 就越来越没有人得解脱的 那就变成恶性循环 因为也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研究 没有人宣扬 所以也没有人休息 没有人休息就没有得解脱 那就仿佛过来证明 你看 末法一人修行 汉一得道 你看 那汉一得道 是因为你没有正道 没有打到那个关键 因为你不研究 不研究 不观察 无我 那怎么样可以得到 那不可能啊 那你就反过来说 那没有人得到 是因为末法的关系 不是末法 末法是因为 你的脑有末法 就是说 你的佛法到你这里变成末法 就是什么 你不注重根本 你只注重那个滋末 所以你当然不能得解脱啊 那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无我 所以他这里在讲这个 他说 众生于无死生死 所以生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无名什么时候开始的 无死都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去追究那个什么时候开始 那无死生死 无名所盖 爱结所细 那就是 有无名盖 有爱结细 那因为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那这个爱结 就是贪爱 那再简单讲 就是欲贪 就是 那就是 因为贪爱有分三种 爱结有三种 欲贪 涉贪 那欲贪是根本 欲贪如果断了 那肯定会解脱 欲贪断是什么果位 三果 三果 三果有时候也叫涅白 他就一定会 在一试他就一定 三果相当等于 菩萨来讲 是一生补处菩萨 我说相当 就是下一生就成佛 那下一生就成阿罗汉 他是这样 他不是一样 但是他是这样的 一生补处 就是说 一生补处的意思就是 下一生就成佛 那么三果是下一生就成阿罗汉 是这样子的 三果是断玉滩的 跟断撑的 他生到五不还天 他就不来了 不来人间 但是他在哪里 他在五不还天 无凡 无乐 善见 善见 赦就近 在五不还天 在五不还天 那一生 在下一生 他就在五不还天 就正阿罗汉 他不会再 他不会再有另外一生 那么这样的概念 相比于菩萨的一生补处 他在道立天 再下来 他就成佛了 他不会再有下一生 成佛之后就不会有下一生 他五不还天 无凡无乐 善见 善见 涩就近 这个是涩界天的 第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第十四天到第十八天 涩界的 五不还天 无凡无乐 善见 善见 涩就近 后来大圣经典里面 也有一些说 佛是在涩就近天成佛的 那也是像这种概念 因为三果是在涩就近天 正阿罗汉的 那涩就近天是最高的天 所以后来也有说 佛是在涩就近天成佛的 那么三果的圣者到五不还天 那么就是说 你现在在人间 比如说人间 那人间正三果的 其实蛮多的 非常多 那么居士也有正三果的 也非常多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平伯说漏 那也有可能是正三果 或是说 虚达多长者 正三果 假设了 那么正了三果之后 他死了 他没有正阿罗汉 那么他就生到五不还天 那高一点 生到涩就近天好了 那么在涩就近天 他不会再死了 他就是生到涩就近天 然后在涩就近天 就什么样 就入涅盘 就入涅盘 他不会再生了 他就入涅盘 那他到涩就近天 就是要入涅盘 那一生补出的菩萨 如果我们一五十二个界位来讲 就是等觉菩萨 他到哪里 他到欲界的 因为菩萨是要度众生的 你到涩界怎么度众生 一定是要欲界度众生的 他在欲界 一生补出的菩萨在欲界哪里 最后一生在欲界哪里 在欲界的道立天 不是道立天 多帅天 他为什么在多帅天 阿比达姆又讨论这个问题 欲界六天 为什么要在多帅天 因为多帅天刚好在中间 就是第四天 第一天是四王天 第二天是道立天 第三天是燕魔天 他刚好在中间 这个离欲界不会太近 又不会太远 那么这个多帅天 道多帅天之后 多帅天下身 就是最后余生 就成佛了 就成佛了 他直接就成佛 成佛了之后 就没有再下一山了 读众生 基本上是这样 就最后生 最后生菩萨 这个是最后生的 这个圣者 好 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无死生死 无名所盖 爱解所信 无名跟贪爱 盖跟戏都是烦恼的形容词 覆盖 一般我们讲盖 是讲五盖 它基本上就是形容 那么长夜轮回 长夜就是一指轮回 其实就是一指轮回 时间很长 长夜是一种 我们中国的形容词 叫长夜慢慢 就是时间非常长 没有止尽的 那么一指轮回 那轮回有什么问题 轮回会受苦 特别是在三二道 那么会受苦 而且非常苦 非常苦 人道还好 但是有些人已经受苦到觉得 我下一辈子不要再当人了 不是 重点不是当人的问题 是会受苦的问题 有些人也没有受那么多苦 有些人很幸福 他会觉得我下一辈子还要再来做人 我下一辈子要再做什么 要再做什么 其实这个不是人的问题 是苦的问题 那苦是因为轮回的问题 轮回是因为无名跟贪爱的问题 其实就是这样 可以讲 轮回是因为夜的问题 一夜而有的轮回 我们是一夜轮回的 那么夜是因为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就是无名跟贪爱 主要是这样 那么由贪爱发动 但是以无名为根本 所以你把无名断掉了 那什么是无名 就前面有讲 不知无我就是无名 其实就是这样 那所以不知苦之本尽 所以因为有轮回 就会有苦 也可以讲 不知道轮回的根本在哪里 为什么会轮回 怎么样轮回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轮回的根本是什么 也轮回就是苦嘛 轮回有生有死 生跟死之间有老病 验证会爱别离求不得 种种的苦 这些来代表而已 那三二道的苦就更惨了 这个意思是忍的而已 那么他举四个批语 这一本《四十九经》举了四个批语 来形容这个无常苦 他说 有时长久不云 那地之所生 白骨草木 皆兮枯干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先来看他的比喻 他说 就是你长久不云 就是你长久不云 没有下雨 那么这些草木都枯干 那假设 那假设 用这个来形容 假设你爱结不断 你就一直在受苦 不进苦边 就是不进苦边 苦边是什么 就是超越了苦 就是 生死假设是一个大海 那超越了这个大海 到边了 海边了 那上去就陆地了 就不会浸在水里面 你就不会在生死之中了 那么 你超越了这个轮违 就进了这个苦边 那么朱比丘有时长夜不云 都用长夜不云来形容 大海水 西皆枯竭 那假设都没有下雨 这个是形容词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是我们的地球 基本上是海水 那蒸发 然后上去变云 云又下来就水 那并不会因为 我们这边没下雨 那海水就枯竭 那但是就是 如果它一直蒸发 蒸发掉了 没有了 那也有没有水的时候 那么他说 大海水西皆枯竭 如比丘无名所盖 爱结所幸 众生生死沦违 爱结不断 不进苦边 那另外 这个第一个是 百草口 就是长夜不云 都是长夜不云 那么百草 白骨草木枯干 第二个是 连大海水 也稀皆枯竭 那第三个批译 是须弥山 须弥山丸 地球最高的山 是喜马拉雅山 皆兮奔落 长久 时间非常地久 须弥山丸 皆兮奔落 无名所盖 爱结所幸 众生长夜 生死轮回 爱结不断 不进苦边 那么 讲的都是同样的话 但是用四个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轮回 有时长夜 此大地 息皆败坏 而众生无名所盖 爱结所事 众生长夜轮回 生死轮回 爱结不断 不进苦边 那他讲到 这个世间的这些现象 那如果是长久不云 或是这个白骨草木 西街枯干 或是大海血 西街枯干 那么即使像山那么高 像地那么广 那么它也有奔落的时候 它也有奔落的时候 山那么高 也有奔落的时候 海那么大 它那么深 也有枯干的时候 那这个 像须弥山那么高 也有奔落的时候 那但是 如果众生 无名 无名不断 爱结不断 那么轮回 是没有进的时候 他讲这个道理 那所以 他说 这个 这个世界来看 即使海那么深 也有干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干 干的时候 那 假设它长夜不云 它就有干的时候 那么 山那么高 也有奔落的时候 那 但是众生只要 只要 无名所盖 爱结所信 轮回就没有进的时候 其实是要讲这样 好 他举了一个批评 这个批评非常有名 他说 比丘 譬如 狗子 细柱 这狗子细柱的批语 也是很好的批语 狗子就是小狗 下面有一个子 就是仔 狗仔 这是小狗 小狗绑在一根柱子上 比细不断 那一根绑着他的那个 绑着他的那个绳子 没有断 那么 不是柱不断 是细不断 那么 长夜绕柱 轮回而转 他再怎么跑 再怎么跑 跑不出这一根绳子的范围 跑不出这根绳子的范围 那六道里面来讲 假设是这样 那么 地狱绑得比较紧 绑得比较近 稍微一绕就通 稍微一绕就通 然后 然后是畜生道 那是恶鬼道 然后是人 那天道就比较宽一点 看起来好像没有绑一样 其实还是绑着 绕得比较远 可以跑的范围比较广 但是他就是绕不出那个绳子 类似像这样 我们看这个范围 那狗子细柱的范围 这个范围也蛮好观想的 但是他那一根绳子 其实就是五米 那么比如说 这是一根柱子 那么你一根绳子就绑在这里 那这是一只小狗 那么你看 比如说三界六道 三三 比如说这里是三 三三三二道 这里是三三道 那么绳子虽然长一点 他活动范围大一点 他比较支援 比较没那么紧 比较没那么紧了 但是你在第一的话 他就一直受苦 一直受苦 稍微动一下 他怎么样都会受苦 因为很紧嘛 他动也苦 不动也苦 那无间第一就是这样 那你不管动不动都是苦 那么到了人道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苦 有时候不苦 到天道就不苦了 但是他还是在里面 因为他这个绳子没有断 那他这一生死了之后 他就有可能绳子缩短了在这里 他就一直绕 一直绕 在这个绕的范围 那你越往底下 那没有办法绕 那你这边绕的范围 那么你有时候长一点 有时候短一点 那就是这个无明跟太难 那你三二道的众生 当然烦恼比较重 造业比较多 承认心强 贪爱心强 那么基本上 这个无明看起来就 就是那个绳子就比较粗 那绑的就比较紧 其实这样 那所以他这里讲 比如狗子细竹小狗 比细不断 假设那个绳子没有断掉 他不管怎么绕 绕一千年一百年一万年 他也是在那边绕 那有时候长有时候短而已 那我们如果没有断这个无明 那么你是不可能离开这个绳子的范围的 其实是这样 有时候长一点 有时候短一点而已 如是比丘 就是离不开那根柱子 于夫众生 不如实 知 所以佛法常常讲 如实知 如实见 正知正念 那么这个 像中观 中道如实正观 也是如实去正确的观察 观察什么呢 观察无常无我 中道就是正确的观察 正确的方法 去做正确的观察 其实它是中正如实的 那就是不长不断 其实就是不是常见 不是断见 不是意见 不是意见 就是这些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有不无 这些好 那么 它如实知什么呢 这里就又回到 最前面讲 色及色面 色未色患色里 就未患离 那么色及色面 它说不如实知色 其实就是色苦 色及 那苦的原因 有因有缘 世间及 因为这个色底下 一定连结到什么 受想行事 所以就不知道五运 五运就是前面的 这五运其实是苦的 就是前面讲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这五运其实是无常的 苦的 无我的 那你不如实知 那你不如实知 所以色 色及 那为什么会有这五运苦的现象 那个原因你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有业吗 那为什么会有业 因为有烦恼吗 那为什么会起烦恼 因为有无名跟贪爱 就归结到这里 所以你必须把无名跟贪爱 断掉 那有些先 比如说有些重在 直接从无名下手 就关无我 那有一些先从贪爱下手 就是先离狱 那离狱就是 比如说未患离 它是先从这个 对你贪着的五运下手 先离狱亲近 那么无常无我 直接从五运去关照 它无常无我 那么这也是一种方法 它基本上有 离贱跟离爱的 这两种修法 离贱跟离爱 它基本上就是 我贱我爱 因为生死的根本 无名所乎 爱解手信 生死的根本 也就是苦的根本 生死就有苦 因为生到死之间 生到死 这中间有什么 老 病 那还有什么 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 这个就是爱正 求不得 那生到死 这个中间 它基本上就是五运赤胜 身心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产生这些种种的现象 因为不断在变化 会有老 会有病 因为人情 因为世故 因为我们的心不在变化 对方也不断在变化 所以会有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 身心不断在变化 那么就产生 所谓的五运赤胜的观念 那么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么生到死之间 一方面它是不断在变化的 那变化 因为变化为什么会苦 无常勿苦 我们要知道佛法 它就是这样 因为无常 它就是变化 赤胜就是一种 不断变化的过程 不断的变化 那就是无常 那无常就会带来苦 就带来苦 所以一般我们讲八苦 就是把这个合起来 因为不断变化产生的苦 然后饶病 愿正为爱别离求不得 就这样生死 就是八苦交间 我们就说 这样是八苦交间 交相 相续的逼迫我们 那这个苦 这个基本上 因为生死的根本 生死的根本 我们说 生死的根本是因为 你只要有业 你有欲界的业 你就到欲界 有三二道的业 就是三二道 那有业 那业是因为 这个是一业而有的轮回 就是轮回 生到死 死又生 生又死 那不断不断 不断不断这样的生死死生 这个叫轮回 那轮回的根本 这是因为业 有生有死 那因为有业 一业而有 轮回 而有生死 而有五蕴生 一业而有的轮回 那么这个业 基本上是因为烦恼造业 烦恼根本来讲 叫做贪嗔痴 烦恼也非常多 非常多烦恼 但是烦恼的根本 就是什么 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 那我们把它叫做 这里叫做无名 无名跟贪爱 那无名前面 阿汗经有讲过 不知无我 就是无名 那我爱 我爱 基本上就是贪爱 那这种贪爱 细的来分 就是欲贪 色贪 无色贪 对欲界的 无欲的 色界的 这是新的 就是你执着 这个禅定的那种殊胜 那一样 无色贪的 欲贪 色贪 无色贪 无色贪 就有欲界的贪爱 色贪的贪爱 无色贪的贪爱 叫做欲贪 色贪 无色贪 就包含这些 那从我爱底下 就有生出所谓的 我所爱 那我爱 我所爱 我贱 我所贱 就我我所 就从我之后 就有我所 就我贱 我所贱 我爱 我所爱 那所以断 我我所 那一般来讲 有些从 这个爱下手 那如果是我们人的话 那么我们人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五欲 这个爱就是欲贪 这个贪爱是对欲界 欲界的特点就是欲贪 就是五欲 所以他叫欲界 他就是欲界 那么如果你执着修定的那种身心的喜悦 喜乐 因为有喜乐的现象 那么他就是色贪 那么他死了之后会到哪里 就到色贪 他也是一种色贪 所以这种五欲的享受 是因为佛是在这个世间 此时此地此人 对这个世间的我们的问题来说的 所以一部分 他是从对峙五欲开始 五欲的欲贪开始 所以像在家人说八观在街 其实就是对峙五欲而已 没有什么 所以因为对峙五欲就要离欲 离欲才能清净 离欲了他没有这些欲负 他的心就更有力量 能够向解脱 其实这样 所以一般的人基本上 从断这个欲贪开始 从离欲 从断这个欲贪开始 那么你在观念上 你在行为上 你对这个五欲 你没有那么直取 所以为什么出家要善意一波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在环境里面给你塑造一个 你对五欲的需求 是最基本的 最减少的 所以四四共产就是 饮食衣服 握去一遥 衣服不可以给你穿 品质太好的 颜色太鲜艳的 数量很多的 他竟然可以规放 因为这个都是五欲的部分 那饮食就是 你脱脱的嘛 你到哪里 脱到哪里吃什么就吃什么 那这个你也不能选嘛 所以久了久了他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五欲的选择性 他就不会在意了 那住的地方也是一样 饮食衣服 握去 医药 他就是这样 那所以他 而且让你没有拥有很多东西 你拥有的就是什么 你的身体 你的衣服 你的拨 你的锯 其他没有 其他都不是你的 那这个基本上是从离欲下手 那大圣有一些直接从离间 离这个我剑下 他就叫你布施来 不要为自己 菩提心就是这样 那这其实就是 他这两个 但是我剑跟我爱一定是结合的 有我剑一定有我爱 有我爱一定是根本有我剑 那么我剑我爱像一体的两面 所以你基本上断了我剑的话 你那一种贪爱一定会减少 一定会减少 那剑剑那个我剑也有层次 一般我们讲就是两种 就是分别我剑 剧生我剑 但是你只要断了分别我剑之后 就是你观念上 你虚幻分别上 而生的我剑没有了 虽然还有维系的我慢 还有这些我剑 但是它肯定会断 它一定会断 那就好像树根已经拔起来 如果还没死 但它肯定会死 类似像这样 但是你离欲的部分 它就是让你能够观 因为你执着不多了 因为贪爱 所以它就会讲欲是仗道法 五欲是仗道法 有些讲眼欲是仗道法 其实就是五欲是仗道法 它会分散 它会让你的心没办法集中 所以社界它就一定要离欲 有禅定它一定要离欲 它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 我们如果知道 其实我们就知道 我们日常生活要怎么修行 就是说 对世间的东西不太贪着 有受用就受用 没受用也就这样 那么渐渐渐渐 你慢慢慢慢 你就算没出家 基本上大概也是 类似像这种心态 在慢慢离欲 慢慢离欲 其实是这样 我见我爱无名 重点是断这个我见 那你能够断我爱 你能够断欲滩 或是你能够调腐欲滩 像前面那个经就是 有一些经它就这样 佛陀说什么 就是说调腐欲滩而已 就是你那个对这个五欲 这个是就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来说的 好 所以阿安经里面也有讲 你如果断一法 你就一定得解脱 断什么 断贪爱 你只要断一法 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断贪爱你就得解脱 那贪爱什么 从贪爱自身到自身所有的 这一切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色 色极色面 色极其实就是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有这个色 有因有缘色不再存在 那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什么样的因缘 什么样的因缘色会极 色就是代表无运的 色受想行事 其实他是色后面就讲受想行事 那其实就讲古运 有因有缘 我们在这个世间 有因有缘 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有因有缘 离开了再来 再来又再离开 就这样 我们叫做生死 那用佛法 有为法来讲叫做生灭 那么等到有一天 你离开了不再来 那个就是涅槃 你离开了 不是说不来世间 不来轮回 因为三界嘛 你不来这个世间可能倒是其他嘛 那个就叫做涅槃 所以这个叫涅槃 你如实之 你不如实之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因为不晓得 它的根本在哪里 你就对质不了它 调伏不了它 那色谓色患色离 这我们前面讲的 谓就是直取 你要怎么样离去 你对于这个我 我所爱 我所见的这个直取 执着有我 执着有我所 执着我所爱 我爱我所爱 那这个都是一种直取 那你要怎么样去掉 谓就是执着 贪爱 那么你只要怎么样去掉 你要思维它的过犯 而能远离 失其过犯 而能远离 那么 长夜轮回 顺色而转 就是 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那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去思维 不去观察 不去修学 那你当然不能解脱 那你因为 你因为你不去思维 不去了解 不去观察 你不能解脱 你再来讲 现在是末法 不能解脱 不是 是因为你的思维错了 末法是 你知道的佛法 不清楚 不了解 不明白 不修学 那么 对你来讲是末法 但对法 它是正法 它是正法 但是你因为 没有修学正法 你变成末法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那么有如此知如此见的人 现在假设有如此知如此见的人 谁如此知如此见 谁就有正法 谁在那里 他在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有如此知如此见的人 这个世间就有正法 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 一个就好了 如此知如此见的人 这个世间就有正法 就好像 这个世间 这个地球只要有一个圣人 我们就说 这个地球有圣人 其实简单讲也是这样 你不能说 这个地球都没有圣人 不是 只要有一个 所以 那你能够如实知如此见 这种道理 那么它就有正法 就是你能够依这个法得解脱 那么如果你 你强调说 这个世间都没有正法 就算你知道正法 也不能解脱 那么这个不符合佛法 因为佛法是 你如实知如此见 你就能得解脱 不是因为你在什么时候 如实知如此见 你佛陀的时代 如实知如此见 你就能解脱 即使佛陀跟大阿罗汉都在 你不如实知 不如实见 也不能得解脱 那么即使佛陀灭后了 一百万年 一千万年 你能如实知如此见 你还是能得解脱 这个金刚经就是这样 就是金刚经所在 就是极同有佛 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无我的道理 你就能得解脱 跟佛在不在没关系 佛在也是告诉你 这种道理而已 那你没有去观 没有去确认 你还是不能得解脱 即使在佛身边 你也不能得解脱 你不在佛身边 甚至佛都不在这个世间了 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如实知如此见 你还是能得解脱 所以般若叫做佛母 出生诸佛 那跟佛在不在 跟佛离开多久 没有关系 佛在是因为 他能够跟你讲这个法 主要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了 你不修学 那么佛有正法 你还是末法 那别人是末法 你如实知如此见 你就是有正法 所以你所在的地方 你就是有正法 你在哪里 正法就在哪里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受到末法的思想的影响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 法还是在 但是法没有力量 因为过了那个正法时期 因为正法只有五百年 那相法五百年 相法都不能得解脱了 那末法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只有念佛往生 可以做而已 那其他你都别想了 那这个其实是 其实是很错误的观念 而且会伤害佛教的观念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讲就表示说 反正研究也没有用 修学也没有用 努力也没有用 为什么 你再怎么如实知如实见 你都不能得解脱 因为过解脱的时效 正法有这个有效期 三个月三年 五百年 一千年 已经过了这个期了 你怎么用功 怎么努力 怎么正确 都没有用 那没有用读这些书做什么 研究做这些做什么 就没有研究啊 就研究来知道 可以教 让人家知道 佛陀教过什么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这样修 那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一直觉得 这种观念 害死了佛教 就是这样的观念 其实让真正的佛法 不能够 不能够解脱 因为大家觉得没有用 没有用就不会去用啊 所以很多书 很多经典 就拿去包油条 也没有用了嘛 我们让大家再看 所以他这里讲 色及色面 其实就是了解到五蕴是苦 五蕴是 有因有缘是间急 有因有缘是间面 那色谓色患色理 就是怎么样能够 那么超越这个生死 远离这个生死 那么基本上就是 找到那个根本 就是贪爱 为主执着 其实就是执取 就是爱取有 有爱就有执取 有执取就有什么 有生死 就有轮回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因为这样 长夜轮回 顺色而转 就顺着这个五蕴 顺着这个色受想行事 那个色后面一定是受想行事 所以后面就是 如是不如实之 受想行事 极灭未患离 我们说这个极灭未患离 是一种 艳离遇灭禁 也是一种 好 长夜轮回 顺色而转 那我们就把它合在一看 就是顺这个色受想行事 而转 比丘 随色转 随受 随想 随行 随事 随色转故 不透一色 依着色 随着色转 就好像那个柱子 它其实就直取 直取这个色身 那么你就受这个色身的影响 你非常的执着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一旦有变化 你就开始色影响 想办法让它不变化 比如说有些女众 她很注重 她的这种 愉悦蚌到底有没有生出来 每天都在观察 愉悦蚌有没有生 有没有多出来 那么多出来就想办法 看她要怎么样 去美容 去把她弄起来 那么她就会随着 这条纹线的变化 那么不断不断 就执着在那里 那么有了 她就开始悠闹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想办法要把她处理 那么一样 那个孩子是身体的一条线而已 其他的就更多了 就很多很多 开始老了 想办法要让她 就是你只取这个色身 那么她就随着这个色身转 只取那个感受 就随着那个感受转 你像很多人 像现在那个什么 国语之乱有没有 我们会听来很好笑 就是说 你只是为了吃一个 吃一个几千块的免费吃 那就是贪小便宜的心 你只吃了一个 你就是改名字 那么基本上 那个机器就是贪爱 你只是为了贪爱 比如说那个味道 或是你只是要占便宜的心 就是反正我可以免费吃吗 又可以出风头吗 你就顺着她那个转 那么世间有很多现象 包括说 以前我疯狂在排那个蛋塔 还是Hello Kitty 反正一大堆 反正大家在流行什么 你就顺着她转 那你就是没日没夜的 你排着三天三夜 你都愿意 你都甘愿 那么这种就是什么 世间上很多境界 这个叫做随色转 很多现象 这个在世间常常看得见 那包括政治也是一样 你就开始 没日没夜的跟着 就这样 随着她转 心随着她动 那投资股票的 就随着股票那条线 投资基金的 就随着基金那条线 天天看一看 心情就随着转 一样 这个世间 看你执着什么 你就随着什么转 那不离开五运 不管你执着的什么 都不离开五运 色受想形式 真的 那你仔细这样想 那你现在我们想一想 那我们随着什么在转 那所以 不脱一色 随受想形式转雇 不脱于受想形式 那因为 不脱就是不离 不离 你没有办法离开 那个就是绑住你的东西 那个就是 欺负你的东西 那一般我们不离开五运 五运 五运 里面的五运 不离开 所以 因为你不离开 就不离开什么 不脱离什么 生老病死 脱离可以讲超越远离 忧悲恼苦 那 生老病死 忧悲恼苦 无明 全面是无明 所以缘起就讲这样 无明行 四明射六路处 就有根尘寺 四明射 近 这是近 那么 六路 是根 六根 六根 六尘六四 四明射六路 然后有处 受想师 那么就这样开始 慢慢 爱取有 这样不断不断 生死 轮回 最后一定是苦 苦之后又来 就这样 多文圣地子 如实之 色情 色灭 色谓 色患 就是 他如实之道 所以他就不随着转 所以他就不随着转 不随着转 就不会在五蕴 五欲中 五盖 烦恼中 不断不断地 生死 所以就能够解脱于什么 轮回 解脱于这个生死 那么这个生死就用色搜 想形式来代表 因为有这五蕴生 那这个 这里就在讲这个 你要回到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真结 去解决问题 那问题的真结是什么 就是我见我爱 所以你一定要先如实知这个 那知道了之后 就是你如果不明白 他自己就在跟你讲 你如果不明白 不明白 生死是怎么来的 那生死是怎么样得解决的 这就是苦其灭道的道理 那么你就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解脱生死 那为患离 为就是贪爱 缘 因为这个色 受想形式 因为这个五欲 你生起贪爱 生起直取 患就是知道 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好 他不断会变化 他最终会变没有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的过往 你直取他 第一个 他不如你想象的 第二个 你直取他 你带来的终究 只是痛苦而已 所以你了解 深刻的了解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调伏 浴滩 超越浴滩 断除这个浴滩 超越这个浴滩 一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就是对世间的直取 对自身的直取 对五欲的直取 你可以调伏他 可以断除他 然后可以超越他 那么当你可以调伏 欲他的时候 你就可以超越生死 你可以超越欲他的时候 你就可以超越生死 他在讲这个道理 好 时间到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于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天真正佛道 敌人 蓬金